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安宜的亲子时光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的是 口语表达的重要 我觉得在台湾的教育里面 因为大部分的状况 都是老师说学生听 所以呢台湾的学生 小朋友 我觉得口头的表达能力 感觉上比较弱 因为为什么会深有所感 是因为最近有一些美国回来的孩子 我教到一些中国大陆来的孩子 我发现他们的口头语言 表达能力很好很清楚 而且站起来自我介绍的时候 差别最大 每次在一个团体刚开始的时候 请孩子起来自我介绍 那么我们的孩子呢 就是扭扭捏捏的很紧张 然后说不出话来 甚至能够把自己的名字 讲清楚都不太容易 也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 这一点我就觉得 比起国外回来的孩子 落落大方 说起来侃侃而谈 然后呢 这个台风稳健 然后充满笑容 他们并不害怕 面对群众讲话 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感受到 差异性非常大的部分 那么在我教学的时候 其实也常常遇到 有些孩子 他在上课的时候呢 他是从不举手发言的 即便呢 我们有时候点到他说 那你都没有听过 你发表一些看法 要不要说说看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怎么样 那他就会非常非常紧张 你就看那个小女生的脸 马上就僵硬起来 好像呢 要他在大家面前说话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 只是我们家长 好像都疏忽了 尤其是在学校教育里面 或者在家庭教育里面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小兰娜怎么样 就是说呢 就听话 不要讲话 可是事实上 这样的教育呢 在现代已经是十分落伍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从小练习口语表达 将来他就没有办法 侃侃而谈 顺畅的跟大家说出 他的想法跟经验 或者是他的知识跟力量 那么我觉得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呢 其实在平日生活当中 我觉得应当要多鼓励孩子 去发表一些看法 举例来说 这个爸爸妈妈 可以鼓励孩子说笑话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常常在餐桌上 说笑话 然后呢 比如说是 这个大年夜 这个围炉吃饭的时候 那其他的 这个大人呢 可能在聊天 那小孩子都没事做 可能静静的 这时候我爸就会讲一个笑话 然后开始呢 可能儿子女儿就会说 我也要讲 我也要讲 那我爸爸就会说 好好好 那我们轮流讲笑话 那有时候听不清楚 我们还会故意说 他再讲一次 其实这都是一些训练 就是训练孩子的 把他话说清楚 讲明白 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常常举办所谓的说笑话比赛 看看孩子能不能够准备两到三个笑话 轮番说完之后呢 大家票选 看谁的笑话说得最好 最清楚 而且自己都不会笑 这个很重要 所以台风稳健是训练出来的 那么我觉得平日家长在家里 除了鼓励孩子说笑话之外 其实也可以鼓励他 对一些比如说新闻报道啦 或者去看一个电影之后 发表发表他的感言 听听看小孩子有什么想法或意见 甚至呢就是在孩子提出问题的时候 鼓励他把他的问题说得更清楚 所以每次啊 在我在教学的时候 只要是现场的学生 他说 哎呀老师我有问题 我都会鼓励他说 来你刚刚的问题很棒 再说一次给大家听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再说一次 其实鼓舞了孩子的自信心之外 我们也让他整理他的思绪 把他要表达的话 重新说得更清楚 所以呢不管孩子提的是 多么无聊的问题 像有时候我记得我小的 我儿子小的时候曾经说 妈妈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有钱人 或者是呢孩子问我说 妈妈你有没有看过小偷 不管他说什么样的话题 其实我们都鼓励他 把他的问题说得更清楚 所以我就会问我女儿说 你说没有 有没有看过小偷 是只看小偷的脸 还是有没有遇过一个小偷 哦 他把他的问题讲得更清楚 于是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对答 那么孩子在跟爸爸妈妈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学会的除了是词汇 自会增加他的巨型练习之外 口语表达勇气也很重要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弟弟在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第一学期他的成绩只拿到了B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的考试报告都做了 为什么其他的同学拿A他拿B 于是他就很不甘心的拿着他的成绩单去找教授讨论 结果没有想到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美国教授就告诉他 很简单啊 这一学期我从来没有看过你主动举手发言 你并没有对我们研究的课题提出什么样你的看法 甚至你也没有纠正过我的意见 那么对教授所教的东西 你从来没有提出过反驳 所以可见得在国外的教育体制里面 他们很重视孩子是否能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么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比较缺乏的 所以不妨从家庭教育去做补强 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收看安宜的亲子时光